好 无线台庆剧 今天当然请了港产片大亨 亨利 因为好像只有我们两个 才看完或者差不多看完 黑色月光 香港的首播 我们就看完了 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在美国看了 亨利你觉得怎么样? 首先呢 因为今天刚刚在麦后的时候 他今天早上讲 我刚刚和Sundie说我还没看完 我今天回去 我就全部看完了 首先呢 因为这部电影就是打造港版的暗黑荣耀 对不对 还有杨善瑶就是六年后再回无线拍的 对上一套就是《再创世纪》 这次六年后就再回 《再创世纪》我也有看 我记得你有看 我记得你有看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你应该是因为《创世纪》 所以你才看看好不好看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讲回这部剧 这部剧其实 最重心应该是三个演员 就是三姐妹 对不对 杨娜 杨善瑶 和王翠鱼 三个 我觉得重心是一个反派 你应该觉得是林夏明 最多戏 是的 是的 首先 今天新年也讲过 不要太过剧透了 对不对 因为香港也是刚刚做第一集 对不对 我觉得这部剧 是的 就是讲讲你的感觉 或者你的期望 和落差 就是失望 还是喜出望外 对不对 首先我觉得 因为我没有看韩版的《暗黑荣耀》 因为你一直都跟我说 哇 很好看 其实我对韩剧 都是有一些 就是我觉得一般的 所以我就 这部剧 一知道又拍 那我就 一拍完之后 无线剧 台影剧 我就很期待这样看 我觉得两个主角 最主要就是 应该是杨善耀和林夏明 那如果两个去做一个奸 因为一个是复仇 一个是被复仇 那我觉得 林夏明 我觉得是做得比杨善耀 嗯 以前我看她 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她第一次做这个角色 但是我觉得林夏明都可以驾驭到这个角色 那当然杨善耀也做得好 但是如果你说相比 如果两个是做奸的角色 那我觉得林夏明就会做得比杨善耀 那如果你说 故事来说 那一般都是大台的 都是这样的 那其实你说 我从第一集开始 我看到 本来看到22集 那我觉得中间 因为你跟我说 好像 韩版只有15集 对吧 是啊 16集 那我觉得可能她多了几集 那其实我觉得那几集 有某些时间 某些集数 都有些是一个拖的 那我 但是呢 到好像你这么说 到22集之后 就会 步伐就会快了 那么 整体来说 我一看第二集 那我就 比如我10分里面 我会给 8分 就是给8分 那么高 是的 7分左右 是的 但是你说 因为我说真的 其实 无线剧 其实我不是做到看 因为可能 我看到一、二集 那我觉得一、二集 好像你上次说 我凭这样说 因为我看了一、二集 我觉得一、二集 我就不看 但是这一套 我会追到25集 因为我觉得今集 林侠未做得很好 所以我会由第一集 追到25集 至于 你有跟我说 因为你昨天 你也跟我说 好像 喂 他有一些 年轻的演员 我刚想起 你这套 年轻的演员 可能会 之后呢 我刚想起 就是以前那套 女人俱乐部 因为女人俱乐部 那时候是 曾志文监制 那时候找 曾志文的媳妇 那时候 賴慧玲 或者唐梅 那些来做 现在有五个的 另外那两个 就已经可能 都不是有名 不是那么有名 有两个 因为五个 不是两个 但是就 有名的那些 就是曾志文的媳妇 是不是 接着有 賴慧玲 还有唐梅 那我就刚想起 就是 你昨天跟我说 可能会捧 那几个 就是他们的后三版 是 还有 我觉得这一套戏 如果 如果 后面 不是有 这样的剧情 其实 会有 一些 就是 不同 我觉得整套 是 会 比较 可能我会比较 比较多些分 OK 是的 因为我觉得 好像你这么说 就是 好像某一套戏 剧情 就是 就是 总之 龐正也是他 裘正也是他 观众也是他 就是所谓 所以 如果不是这样 我觉得整套戏都蛮好看 因为 有些 中间好像有些 不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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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有些剧情 我觉得不太对 是 但是 就是 相对来说 我都OK 比如说说其他演员 因为 不要只说主角 比如 杨明 王翠鱼 楊娜 这一套是女人主导的电影 变成那些男人全部都做了配角 是的 基本上 和杨明都是 虽然有多镜头 但是 主导都是 都是杨宣耀彤 林夏眉 是不是 可能到后九几集 就可能 会多些气氛 王翠鱼 是的 所以我觉得 王鸿迅和梁明 都是配合的 都是因为 劇中里面是需要他们 所以 才会加上他们 在里面 我觉得成同 所以 如果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套是 出汗性挺好的 我觉得可以值得由 就是 头一集到 二十五集 我觉得可以的 你说中间有少少 闷 或者是开剧情 一般剧就是这样的 因为 九个字 没可能说 集集都这么紧臭 这些都没办法的 因为编剧都没有人写得这么厉害 但是 到二十二集之后 那些剧情就会加快些 会紧张些 我听你说完之后 我看看有什么再补充 是的 好的 你刚才那个观后感 就是一个很 很纯真 很纯正的观后感 因为为什么呢 你是没有看过 原装版 所谓的原装版 Netflix 那个黑暗文耀 对不对 所以 你是没有比较 这样去 去讲这个观后感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宋慧桥的版本 去铺牌 但是 那个分别就是 原装版 首先是说了那个校园欺凌 他是说了那个 因为韩国剧 你都知道韩国剧 韩国电影 例如那个 《下流寄生族》那些 都很讲这个社会的阶级观念 那其实原装呢 就是因为 宋慧桥的小时候 他妈妈其实是 我不记得了 好像是做校工 还是做些什么 就因为有一个特殊的关系 让他入到那家名校 但是他入到也没用了 因为他是窮家女 他经常给那些有钱女 就是给那些权贵 那些有钱女 权贵的小孩 欺负他 这样 所以后来 所以他要作出报仇 那就是这一条招 就是我不怕少说剧头 其实他说 这个《黑暗月光》 那个其实就是 就不是 就不是直接 其实不是直接 被女性伤害 他是被人强奸 被人强奸 那就是这个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那另外呢 原本韩剧呢 他其实 那个女主角最心痛 就不是说 欺凌他那些权贵 那些子女 不是最心痛 是这个 而是最心痛 是他母亲后来 收了学校的钱 就是那些掩口费 就不让他爆大锅 要他静静地退学 就是那个母亲由于没有能力 就是由于 屈服于权贵之下 因为母亲只是一个 劳动阶层 嗯 就迫着收了校长的钱 那所以其实 他最失望的 不是欺负他那些人 他最失望的是他自己的母亲 所以这个是很深酸的一件事 因为他带出了 在韩国的社会里面 原来你不是那个社会阶层 你不可以因为靠你自己 你怎样努力都爬上去 那就是他母亲到了最后都要屈服 那结果他 屈屈 就是结果他屈 屈到要有一个復仇计划 这样的 嗯 那和这个讲版是完全不同的 那说回这个 暗黑月光 其实他 不是黑色月光 黑色月光 是 我看的时候第一集我说挺好看 接着第二集我说 哎呀 大事了 二三集开始闷了 接着你说熬了二三集 后面好看点 接着 接着又快点 这些剧情 接着到了十多集 又慢 就是我觉得这部剧是追悍性 接着到二十多集又快 那个追悍性呢 是有的 但是呢 那个节奏呢 就不一致 我觉得 有些集数是慢 有些集数是快 是的 那为什么韩剧那些可以做到这么一致呢 还有他的集数那么少呢 嗯 或者美剧啦 因为人家是一个星期才播一集 或者两集而已 嗯 那 香港是 香港是要拖长它 因为一个星期播五集 是 所以韩剧就是一定要很紧臭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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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剧 我自己觉得呢 本应呢 其实 我可以这样分 我尽量 怎样说呢 我尽量不要太剧透地说 其实我觉得呢 是两套剧集来的 是两套剧集来的 我没有猜到你猜到哪一套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说 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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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剧仇是伏了两次的 你有没有发觉啊 嗯 而很巧妙地 是刚刚在 他二十五集 刚刚在大概十二三集 十三集那里呢 就伏仇完了 就是 嗯 就是 强奸他那些人 得到应有的懲罚啊 这样 接着下一部分 就是 原来 案中有案的 是 原来是 仇人之中 仇人的 这样 就变了好像另一个剧集那样了 嗯 其实这套剧可以分开为 分开为 復仇再復仇都可以的 可以分两部分 分两部分播的 分两部剧集播的 第一套是头十三集 跟着后来那十二集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对不对 是 那 那 那些 范薄韦呢 就 有 如果你把两套 你把两个故事来看呢 头那十三集都有个范薄韦 就是他怎么样 是 做了一位阿孙 做了一个首富的阿孙 那里是一个很大的范薄韦 来的 那大家 去看一下 是 是 这样可以 做到一个阿孙 那 到了结尾 那个范薄韦呢 又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 北来的 那 那为什么孙 为什么孙 什么都有了 差不多拥有了 香港 拥有了全 全香港了 那些 dirty work 都要自己做 那这些 我觉得 是完全拿起来做的 嗯 但是你说 很好看 是很好看 就是他有个追看性 是很好看 嗯 楊二 这个 楊 mindfulness kyo 楊先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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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ent 緊憬了 是 过去事后 那 还有他所谓是什么 其实这些叫什么环巢 他出去做了几年那些大陆剧 现在回来根本就是他那些人 其实就是对的 还有他的故事那个框架已经设定了 所以他其实不是那么多特别发挥 反过来我同意你说 林夏眉这个就真的是一个突破 绝对有机会拿这个提名这个事后 有点像公心计的现代版 其实他就是 很好看的 但是我跟你说好看还是好看 不能够跟去年那套新闻女王比 新闻女王是高几班的 就是孤默论的故事 孤默论他想估计的信息 孤默论那个讲了办公室的哲学 新闻女王是有味的 这一套就不是 这一套是纯粹是复仇的 还有有时候你想一下 其实他很愚蠢 他浪费了18年 就是为了复仇 我就是说有没有人 会真的浪费18年 来去做 复仇 做一件事 什么都不做 我只是想他复仇 以我的角度去看 就算让他复仇 他也是一个输家 哈哈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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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是谁啊?林夏眉 林夏眉 OK 因为她不是什么 她是外援 外援身份 所以我觉得 你说两个相比 林夏眉真的演技 我觉得大跃进 我真的这么奸 两个相比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 杨善耀先入行 林夏眉应该是后才入行 不是,这个是角色的问题 这个是角色的问题 你从来都是的 你是奸角才有发挥的 因为 因为你主角已经定了 你的框架已经定了 是不是 杨善耀没有做过奸 他再创世纪那些 后来也奸的 是不是?好像我记得 是不是? 我忘记了 工心计好像也是 工心计 但是因为那套太难了 那套 那套在2020年 还在讲金融海啸 2008金融海啸 那套就有些过气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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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套 这一套我都值得看 值得看的 我很少看无线的剧 你问我 你问我 是啊,我知道你很少看 是啊 很少看无线的剧 通常因为有Netflix 是啊 因为你看第一集的时候 Henry很闷 有这一集 很长 接着我说 接着我其实 我有看劇集看下去 我多看你 好像几集之后 我跟他说 喂,不是 你可以继续看下去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会放弃 你知道吗? 或者可能你之后才再看 因为你很少看无线的剧 因为我记得你上一次应该是《心闻女王》的了 就是对上一套 是啊 是啊 我唯一听到你 再对上一套就是林敏聪那一套 他说很少 因为林敏聪而已 不是 《家族荣耀》你有看 《家族荣耀》第二 那套算不算无线剧呢? 不知道那些外购剧呢? 外购剧 外购剧 我说你有看的剧集 是 那你 你没有什么去谈的呢? 我觉得都是《心闻女王》 是赚多的 是赚多的 那所以 你说得对的 基本上就没得跟《心闻女王》比的了 这套 我觉得这套 你每一套剧集都是说 洋耀的复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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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时候看到 哇 为什么这么什么呢? 真的好像 那套剧名字 黑色月光 整套剧 嗯 是不是? 你好像整天都是 有没有一些 一集是不要说到 整天是复仇 因为整天都打开 打开玻璃窗 就是那些人 复仇那些人 那 就是有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 看得多 就是可能 不要有这么多这些 这样的剧种 就是我觉得 一套半套就够了 就是不要这么多 这些就好像 不是看完都知道 好像 不知道怎么样了 是啊 是啊 你说一下这一套剧 比起以前无线剧的另一个特别之处 我们提过的 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 这套剧 我相信如果那些人 基本上不用看到最尾了 基本上我看起初那几个 全部都是实景的 是 因为呢 因为呢 你如果是真的 因为呢 不可能呢 无线的景 是可以这么漂亮的 是全部实景 但是那些景是真的很漂亮的 就好像包括 楊善妖家屋 就是 基本上那间 那间 那间 类似捨粉 那间便利店 都是很漂亮的 就是 都是很漂亮的 还有那些街很阔 为什么这么漂亮呢 为什么这么漂亮呢 因为 里面有东西吃啊 有酒卖啊 有成的 还有里面应该好像是没有收银元 好像就这样 好像是没有 就这样 就这样付钱 好像 那重点呢 那重点呢 就是 这一套剧是在深圳拍的 是 不是在无线剧 以前的无线剧 就在香港拍的 是 就是大家要开始接受一下 新的那些无线剧呢 就未必在香港拍的 就算是港剧都 这一套黑色月光呢 主要是在深圳拍的 那些街景 外景 甚至那些屋 那屋呢 以前在香港 你没有理由 找一间屋去拍的嘛 你 難道找一间 找一间 纳米楼去拍吗 对不对 因为那些小的嘛 那些楼你拍不到的 所以通常都是闯景 那这一套呢 那些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那些主角的apartment 那些 那些豪宅呢 是啊 都是实景来的 是啊 但是为什么那些实景会这么漂亮呢 深圳 啊 因为深圳的那些楼 通常都是 嗯 我看到啊 起码是一千尺的 那些apartment 哦 那些很漂亮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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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为什么 无线又会去深圳拍呢 其实很简单而已 就是等于现在香港的人 去深圳消费一样 便宜的嘛 是啊 便宜的嘛 还有洗脑的感觉 会都是很舒服的 你知道吗 因为你闯景 你知道肯定是假的 你知道吗 是啊 是啊 你看到舒服一点 譬如你 你可以横 就是可以横 这个镜头横拍 真的很漂亮 但是你看到 它是厂景的那些 你就只有那个范围里面 因为你是厂景的嘛 你不可以 闊度地拍嘛 但是你看到这里 是很阔地拍 都是可以 因为这个是实景 不会有穿崩位 还有啊 嗯 你看到这个实景 你都可能心动的 我不明白 为什么没有那些楼本广告 直入 是啊 是很漂亮 可能深圳 哇 不用一半的价钱 就买到过千尺了 你香港 五百尺都买不到 因为它是实楼 是实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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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下地玻璃 哇 实景很漂亮 容善遥家屋 就是 哇 哇 而且你看到 它那些便利店下面 就是整天都很轻勾的那间便利店 是真的嘛 不是搭出来的嘛 真的 那间便利店是有座坐的 就是这个 你可能说好像天方夜谭 但是我去到日本呢 那些便利店那些七仔呢 都有座坐 但是没有那么宽阔 就是那些座就是面壁的 一些巴座 是给一些人去买了一些东西 买了一些拉麵啊 买了些什么 走去微波丁圆就坐在那里吃的 那 就是原来深圳那些便利店都有啊 但是它更舒适 一张一张圆桌 那样 接着外面那些行人路 香港那些行人路 全部都是石屎路来的嘛 你有没有留意到 它那些行人路是铺砖的 很漂亮 我看到很漂亮 那些行人路是铺砖的 啊 还有阔 是啊 是啊 搞到我也想去深圳 哈哈 要了要了要了 去这个便利店 哈哈 哈哈哈哈 看一些楼盘 看一些楼盘 是啊 可以的 就是这部电影 你看完之后 你不会令你失望 但是当然 好像刚才Sandy所说 有些反驳位 或者有些集数是会拖 那无线当然的了 你去到 我刚才也说了 你去到25集 当然是会有少少 和韩剧不一样的了 对不对 就是没那么紧臭 就是没那么 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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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新闻女王》是没有拖的 我觉得 《新闻女王》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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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紧张 但是普遍来说 无线剧集 都会有少少会拖的 暗黑月光 你也是十几集 对不对 嗯 黑荣耀 黑荣耀也是十几集 那你没理由 你黑色月光 你可以说到这么多 对不对 有某些真的拖得很紧 有时候真的看完之后 那么满 是不是这种集数这么闷 有些真的会拖得很离谱 有些集数 有些集数 真的就这么说 杨善耀 复仇 其他全部都是说很无聊 很无谓的东西 是的 比如说你 哪个 那个王什么 王翠元 突然间没了几集呢 突然间没了四五集呢 突然间没了四五集呢 是的 后来他才多气氛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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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多少分 你给多少分 我都给7分 你很高 不是的 新闻女王我给10分 我知道 我知道 7分 在你的分数里面 我觉得你7分也算高 在我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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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剧来说 去年仍然在我心目中第一位是新闻女王 是的 今年的第一位暂时 2024年没过 但是暂时在我心目中第一位 仍然是梵花 哈哈哈 OK 我知道 因为你不断的梵花 梵花真的很喜欢梵花 30集都好看 每集都好看 就是高潮吊起 好 是的 今次这套剧就 出了几个新演员 看看哪个彈起了 那三姐妹 楊怡 楊卓娜 这个现实中的两姐妹 又做了两姐妹 还有这个王翠玥 还有这个 这个林夏薇 还有楊明 还有王浩迅 这六个主角的年轻版 就是四女两男的年轻版 那之后就看谁会红了 我觉得做余曼星 余曼星 叶雪文可能会弹出 就是做杨娜的年轻版 是吗 OK 杨娜的年轻版 这个叫做欧明妙 刚才说了一位 叶雪文就是做杨娜浩三版的余曼星 另外卓慧云 就是林夏薇 就是梁超乙 是的 是的 这样 这些演员不知道在哪里找回来 就是我不懂了 可能是 参选的那些 或者其他 不知道 你没有说 还有少点时间 你没有说 蔣基俊 马智威 你觉得他做得好吗 我说马智威做得好 如果以第一次 以第一次参演剧集来说 马智威做得好 做得好 是吗 因为我一向觉得 因为他拍开电影 他首先是毛特宜 又拍开电影 我认识他是因为看过他 那一套十二日 十二夜的续集 十二日 和邓丽恩 那 我经常觉得 他 那个情况 是很像 另一个 那个叫哪个 做 去了ViuTV拍剧那个 做陶欲兄弟那个 又是面场场那个 Anyway 但是他做得好 他做得好 过ViuTV那个 马智威 你记得我说哪个 我不记得说哪个 但是我觉得 做ViuTV冥冥之中的男主角 冥冥之中的男主角 好的 是 那 我觉得OK的 这个OK的 这个OK的 这个OK 是啊 是啊 那几个都做得挺好的 哪个就不好 王浩迅就不好 整天摸起个嘴 我不知道为什么王浩迅 可以做到一线的 其实就是 说话又不清楚 陷陷陷陷陷的 是不是 就是我跟你说 我不是跟你说 就是你 香港人现在 就是那些 香港议员 说话 是 摸摸摸摸摸 林夏未说得很清楚 林夏未说 对白说得很清楚 每个字都清了 响亮 听到的 王浩迅就 就是 比对于王浩迅 含着个白蓝 说话 那样 呜呜呜呜呜呜 你 你说 你是不是说 潘灿梁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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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冥之中 拍天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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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两个都是无忌然出身的 拍天蓝 和马智威 那两个都 两个都跟着去了拍电影的 那现在两个都拍剧集的 那些时间差不多 拍天蓝 因为可能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马智威 我一看就 为什么这个做得很好 就是 我不是看过他拍剧的 好像是第一次拍的 第一次拍的 第一次拍的 我觉得做这个奸 都做得好 这样 都不错 是啊 是啊 他做得好 王浩迅不好 王浩迅差不多是成都剧做得最差 我觉得 王浩迅和杨明那些都不用说 杨明一向都是这样的 杨明一向都是这样的 杨明就是 不过他耐老而已 是不是 你想想我们 我们那时候 我还在读大学第一年 看那个娱乐插班生 他就扮了 是他 是他 那时候 已经二十三十年 都快到了 是不是 我当他那时候 我当他那时候 只有二十岁 现在都成五十岁了 杨明 他很耐老 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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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五十都四十多了 是啊 那时候很年輕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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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耐老 是啊 是啊 你记不记得有一集 43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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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他那时候不是只有十多二十岁 是啊 43歲了 OK 你记得有一集 他不是拿一些汤给王翠如喝的 是啊 立刻想起燉湯 Anyway 这个浪费 浪费 哈哈哈 他不是拿一盅湯来 去问他 哈哈 是啊 那间已经没了 哈哈 哈哈 那间已经没了 是啊 是啊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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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